就是增長在鄉 臺灣樹木 殭屍也可以 山坡縣 芒草 臺灣爐竹 購物 那個米韓把這個是台大豬啊 這不是什麼 天根子草 這一棵下面 我們去找出最適合的 再給遞上這些物種 然後在這個構成裡面 也看到那個石頭剝下來 就看到 因為我調查這個地方 就是以前的八仙山林堂的鐵路經過的地方 這裡有一條鐵路 八仙山林堂 那看到那個整個山石滾落下來 那個森林那個大樹木 在土石流裡面就好像把小小的東西 丟到果汁機裡面去轉移 那大雙還沒輸在果汁機裡面的架 都搞成這樣就 喔 現場 那如果是坐在走的時候 你就出目清新的啊 那一條鐵路燃下來 搞到一個弄到這些大葉南 給你看看 我剛才在跟你講的時候 那一棵壯到的那個樹 你看 花新的葉子 這壯極的地方 花新的葉子 這樣 一個禮拜 很清楚 天然的它就既有這樣的效益 下面隨時長新的根底填補 而且這些樹不是你人種的 不要去用的 你看這是鑚看 這是新產生新的葉子 那一棵樹裡面不是整個都放了 只有這個就放了 這個地方就放了 然後你不理它 崩塌地的你看 天然一直是長出來 像這是過去的那個斷層 萬葉的地方 看書就好 我細部不講 這就是後來爬上來最高 最最高的地方 去分析它怎麼樣 後來發現很多條崩塌帶 基本上是小斷層 大斷層也有很多小斷層喔 各式各樣的 然後從那種地方淚開來的地方 你看這裡就是斷層線的地方 這個不同地 這樣有時候看得出來 然後接著如果下雨的話 水流就會切割下來 就會沿著這個地方 形成一條新的溪流 台灣危險館在剛形成的時候 都是地震之後 然後下雨 然後開始切割 然後種種的呢 也就是說你知道嗎 我幾年來在就好像算念書 在看大地的掌紋 而且這個掌紋是活體的 一直在這變動的 你一歲的時候 把你的手印一個手紋 五歲在印 十歲在印 你會發現一直在變化 當然再老一點很難變化 接下來是消失了嗎 所以我要在這裡跟各位 現在往下到下課 就是談相態力化 何謂生態力化 何謂自然的道理 這裡就是一些很基本的觀念 在這裡我不善情 也不挑動你任何什麼 只求單單純純告訴你土地的事實 所謂的生態力化 各位有這個觀念 然後在將來如果有機會推廣 請大家告訴大家 這個是清清楚楚的東西 沒有什麼好爭議 基本爭議都在哪裡 那要看利害關係 所謂的生態力化 一個原始森林 台灣的原始森林 除了高海拔的以外 低海拔扣葉林 基本上